政治人物越來越難當 難怪昨天晚上韓國瑜壓力要這麼大 深夜開了一個直播 告訴大家說 要行政院不要擋前瞻計畫 不要讓他在高雄的執政法座 不要為了不讓韓國瑜的政績 能夠凸顯 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卡韓國瑜 昨天這個直播當中 韓國瑜雙腦行政院講上台之後 要求我們所有的申請前瞻計畫 要重新改寫是什麼意思 全台灣人都欠高雄人 現在我們的補助款要重寫計畫 是什麼意思 這中間到底是不是一場誤會 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陳其邁 跳出來說 對高雄的補助級計畫不會改變 請韓市長要放心 下次希望他要喝酒的時候要學酒 不管是建設中央地方 都可以好好的做溝通 整個事情當然就是 韓國瑜聽說 整個前瞻計畫要全部的重寫 而在前瞻計畫的第二期當中 總預算總共有2229億 是以舉債的方法來支應 這個部分跟高雄有關的 我們可以看到 是包括了高雄捷運黃線計畫 及周邊土地的開發計畫 是5000萬的一個評估費用 高雄捷運鋼山路足延伸 第一階段 還有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是4億800萬 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 21億6千萬 鋼山路足延伸段 第二階段的高階段 是5億7千500萬 這些前瞻預算 是在陳菊任內所編立的 而且行政院也已經通過了 難道韓國瑜執政之後 就會有變數嗎 這件事情讓韓國瑜 打上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在行政院積極溝通之後 副市長李四川也說 秘書長已經打電話給我了 韓市長所說的是 有關輕軌捷運的部分 輕軌興建有很多的爭議 中央要求要重新界定是不是怎樣 所以要重寫計畫的部分 是輕軌 不是剛才的那些前瞻計畫 不過這也讓大家去注意到 就是說在韓國瑜當選之後 所有高雄建設的推動 行政院到底有沒有跟過去 花媽在執政的時候 以養權力的支持 這是高雄人希望能夠知道 感覺沒有 感覺這個力道 出現很大的變化 已經是個一年多 快兩年的時間了 這段時間裡面 行政院都睡著了 國發會都沒在做事嗎 案子不都該審嗎 審的時候這花了一年多審 早就應該告訴市政府說 你這個案子 可能的問題出在哪裡 是否這個裁員的規劃有問題 是否這個徵收的進度 有一些疑慮 早就應該跟他講 怎麼會剛剛好韓國瑜上任 在一個月多的時間裡面 告訴他說這個有問題 而且才透過一個打電話的方式 你如果說真的 你要指出這些問題的話 堂堂一個行政院應該出個書面公文 告訴高雄市政府說 你哪一條 哪一點 這輕微計畫怎麼樣做 是不是出現一些疑慮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如果說你真的不是要卡高雄市的話 如果是真的要真心誠意 要幫高雄老師爭取到預算 那就告訴高雄市政府 要怎麼修 怎麼改 而不是說叫他重寫 我相信韓國瑜會講這個話 絕對是是有所本 不可能說我一個市長 每天日理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行程 我還挑這件事情來講 顯然這件事情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包含副市長 以降可能都依許共同討論過 萬一面臨到中央 這樣子一個刁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因應 如果說韓國瑜昨天 沒有在他的直播裡面 講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事情可能就被暗暗的 砍下去了 可能高雄市長這樣莫名其妙的 這個輕軌的預算 跑到哪裡去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現在用這個稱奇麥 好像感覺有點 好像有點要打 擦顆 打魂 喝酒一起來 這種方式帶過去 而是我包含 很可惜 我們高雄又沒立委 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謝龍介必須要當選 為什麼他必須要當選 至少高雄市的事情 謝龍介當然是 就近來幫忙 就近來幫忙 去問行政院說 這個案子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高雄市相關的 既然只剩黃昭遜 他才是不分區裡面 他也要向行政院施壓說 你這案子到底是怎麼審 當初記者在前端印算的時候 高達8800億 後來兩邊朝野折衝 變成4400億 就勉強過關 都攸關這種民生的 交通建設事情 是優先的放行走 所以大家對於交通建設 都有共識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行政院副院長 陳津派不要用這種 有點打哈的方式 打哈的方式 有點就是開玩笑的方式 我認為要正正當當 而且在李四川也好 韓國也好 下次去院會的時候 這個禮拜院會的時候 要主動在院會裡面提 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出現 其他情況 同時其他幫忙台中也好 還有新北也好 也都要看你的計劃檢視一下 在這種過程當中 會不會同樣的被卡關 然後讓這個預算計畫 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件 不是一件小事情 不是一件小事情 而是說要這個執政當局 透過各種方式要卡韓 讓韓的政績裡面 出現很多的矛盾 讓他做不出來 然後削減整個 他的一個執政的氣勢 所以我建議韓國瑜 這個禮拜四的行政院院會 自己出席 當面在院會裡面 跟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問個清楚 高中市過去花媽所爆出去的建設 爆出去的預算 現在的行政院買不買單 同時其他的新北 盧秀燕還有侯友宜 我覺得都應該做共同的工作 告訴大家說 行政院會不會藍綠大小眼 然後換了人 預算就不一樣 很多南部的朋友 都知道謝龍介在選立委 但是不知道他對手是誰 這個我不是講笑話 你剛剛也不知道 這個笑話 我們剛剛才親身體驗 因為什麼 那個謝龍介 他這個在 不管是知名度也好 或是在大家心目中也好 其實有一定的地位 真的有一定的地位 因為大家很多人在看 我們的 永南神的地位嗎 對 台南的神 然後大家在看 這個很多節目的時候 很多是看謝龍介的 不管他的講話 或是他的台風 所以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他在選立委 而且我要講 謝龍介就算剛選完議員的話 他已經是資深議員 他做議員做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而且對地方建設很有幫助 我覺得這樣的議員本來就應該 早就是當立委了 早就當立委了 其實他也是被耽誤了很久 被耽誤了很久的一個市議員 所以我覺得 而且我自己在觀察 其實很多的選舉的模式 已經改變了 我們過去常強調 地面戰很重要 巷戰很重要 確實很重要 但是你現在的巷戰 如果沒有空戰去做輔助的話 甚至空戰作為一個主導的話 其實巷戰是打不出來的 因為不知道這個人在幹嘛 重點是你不知道這個人在幹嘛 如果現在謝龍介去打巷戰 重視你過去沒有在這邊選 但你的空戰已經做足的情況下 大家會覺得 一看就知道 你是要來我們這邊選立委 而且很快就會認同 因為現在很多的認同 是來自於媒體 是來自於網路 並不是來自於說 並不僅僅來自於面對面 所以我覺得每一種選戰的方式 我覺得現在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 你謝龍介過去在空戰那邊 坐得這麼足 我覺得轉到地面戰 我覺得對龍介來說 要花點時間 但是那個關卡 並不如大家想像中那麼難 而且藍綠的界線正在打破 2016也好 2014也好 民進黨是正高潮的時期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國民黨在內區根本 在台南兩區都找不到人選 只要找當地的黨工就這樣硬上 趕快這樣去批馬上陣去選舉 當然選不是好成績 所以我覺得整個局勢 在做一些變化 我覺得龍介一定可以抓住這個改變 包含正式委也好 或是柯成坊也好 在一些關鍵選區去做一些翻轉 我覺得對2020的大選來說 對藍綠來說 都可以作為一個彼此借鏡調整 互相砥礼的一種方式 剛剛龍介談的 有關於龍介選區的問題 我有一點小小的看法 政治本來就是一個動態 我們一直在強調 過去的記錄 過去的數字是可以參考 但是要隨著新的變數 把它裡面來去思考 我想維翰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的進步速度非常快 例如說最早的時候 他很喜歡拿過去過去過去的數字 我們就一直提到 這是一個動態的變化 尤其是在於從去年 我們開始推動無色覺醒以來 台灣的政治結構 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生態都改變了 改變以後我們看到 維翰進步的速度 非常快的地方 就在於他把新的變數 一直考慮進來 所以新的變數考慮進來 幫助他在預測方面 越來越準 所以我們常說 準準準的黃維翰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 我為什麼要前面鋪陳 你很認真的在聽訊 對 我為什麼要前面鋪陳這一點 是因為我估計 就是說如果就我自己來看 我估計龍介應該是會贏的 為什麼會說應該會贏 我覺得龍介的定位非常清楚 而且是已經相當走的一段時間 你就記得那時候 韓國瑜出來選的時候 就把他自己的定位 就是拼經濟 拼經濟這個定位定得很準 而且不管民進黨要怎麼去 想辦法要韓國瑜改變 韓國瑜不改 就是拼經濟 北漂 所有的主張 不管什麼摩天輪 什麼什麼 全部的主張都跟一個字有關 就是跟一個概念有關 拼經濟 龍介的定位也很清楚 定向定位都很清楚 為農漁民講話 這樣的一個發生的情況下 你看第二選區的特色 就是從海邊的漁民 一直到山裡面的農民 整條地帶 也就是說下面是老四區 二選區是在上面這一帶 從海邊的漁民 一直到山區的農民 農界在這個部分裡面 成為農漁民的代言人 不但只是代言人 還去大陸 還去東南亞 幫這些農漁民跑市場 幫他們去促銷 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 農漁民感受在身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造勢大會裡面 跟韓國瑜的造勢大會 有欲取同工的感覺 賴老師的意思是說 3月16選完 年底又要選立法委員 但是這無所謂 因為一般立法委員 大概是五六月就開始旗鼓 五六月就開始打 打到年底 我等於是三月開始打 提前兩三個月打 剛剛好 一次打兩張 就這樣 那選民 因為打選舉是這樣 我們是看選民對你的寄託 就是說他們對你的信賴 這一次是因為 我真的是被他們感動 要不然我可以不選擇 可是為什麼農民跟漁民 當他覺得說 你有能力幫我找通路 為什麼你不來選 我說我當主委 我也可以幫你找通路 我當本來是幫他們賣水果跟賣魚 並不是要當立委才幫他們賣水果賣魚 因為我知道兩岸過去有一些採購是模式不對 沒有達到農民 漁民真正獲利 那個並不是買辦跟政治訂單的問題 是通路商跟接洽的問題 所以我們理解 所以我才能去化解 翁萊伯 那個高雄 那個林毅跟林毅修 他們兩個副 去年不是虧一兩千萬嗎 我跟你說 昨天鳳梨已經跌到一斤八塊錢 一斤八塊錢 好 那為什麼明天 後天 後天他要出三個貨櫃 就是上次我們不是帶他去嗎 人家白果園也派來來看 他不是說我等到元宵我再出貨 可是因為大陸過年修了十一二天 整個市場就沒有進貨 沒有進貨 那今年又暖冬 農民靠天吃飯 他也不知道今年會這麼熱 結果一部分的鳳梨早熟了 本來是就是過了元宵後才熟 現在也提前熟了 大陸這個市場 又缺了這十二天的那個市場 那怎麼辦 價格就跌了 跌到八塊 好 那我們帶他去 二十號要幫他出的鳳梨 一斤 一台斤是十三四塊 那你就知道這個價格 就等於讓市場會回來 人家在出十四塊 這個八塊的就可以化解 你知道嗎 所以他叫我說要去開記者會 我說因為貨櫃要到的時間不定 只知道二十號的船要到 那你是不是當天要裝貨櫃 所以他明天就要包裝 他過去是因為他沒有包裝廠 所以農民他聽我們這個節目就知道 你種很多 可是你自己沒有包裝廠 就無法外銷 所以你必須去找合作社跟包裝廠合作 這個白果人是來了以後 他介紹幾個包裝廠讓他認識 你去包裝 整個十公斤的鳳梨包裝工資 大概是30到35塊這個過程 所以你再加上這包裝工 所有的箱子 資材是買家提供 所以這樣算起來就很清楚 他就可以賣到好的價錢 14塊跟8塊 一斤翁來 他多了5 6塊 對農民來講開玩笑 一斤 一台一斤鳳梨 水果多了5 6塊的價格 他當然就是穩定 而且會把那個被賣到8塊的鳳梨 被拉上來 不要說他會賺錢 起碼他第一個不虧錢 透過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這樣說 他們大家也知道是鳳梨賣了什麼人 所以旁邊有些種鳳梨的人 包括台南 整個台南的車幾千元都賣掉了 整個也賣鳳梨 台南有 車到大家 所有外地來的人就是消費 鳳梨 過日 三月 整個都賣掉了 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電視場 農民跟市民他覺得說 你不是在賣好人的 你吃東西真的在做 20號就出貨過 你們去看 高雄大手 他出的就是13塊錢 現在市場就8塊錢 所以這樣會撐下來 我們就幫到他 雖然是高雄 可是屏東 台南到嘉義 所以有這麼鳳梨 鳳梨的計測是北農 去到那裡打賣 整個計測把你拉下去了 你要撐起來就是要靠外銷 外銷如果有在走手 這樣是不是鳳梨就撐下來 這個我們也可以算給農委會的業績 馬上算蔡總統的業績 無所謂 只要農民跟漁民 過好日子 但他理解是我們幫他的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過去那個癥結 就是說沒有辦法直接跟農民對話 我們是希望通路商直接跟農民跟漁民 你們大家說就好 有的是誤解 有的說人在賣15塊 他為什麼賣13塊而已 你不知道那兩塊包裝要錢 做工包裝要錢 你包裝的錢沒人算 你只算你的價格而已 10顆也有1顆會派 20顆也有1顆會派 你去菜市場賣幾次 你也會下1顆給我試試 這都成本 所以農民我們跟他解釋 我賣你10塊 他給你買11塊半這樣合理 我賣你10塊 他給你買18塊 你給我買10塊 這樣就不合理 所以這就是經格市場平行 消費者滴利 我們的農民肥民滴利 我們ikhini 想go 成pin 工 工